看了这条资讯之后 我们再来关心下有关民间团体 批评政府在碳排放问题上面 做的依旧不够的方面的资讯 新西兰政府日前公布了 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 但是由民间组织对此并不认可 认为政府制定的指标太低 与新西兰的绿色形象不符 根据政府的正式承诺 新西兰将在2020年前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个百分点 从而低于1990年的水平 这一指标低于政府此前的表态 新西兰政府曾表示 有可能将减排10%到20% 作为硬性的指标 气候变化 年轻人社团零世代强烈 就批评政府指标的缩水 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表示 新西兰政府已经在去年单方 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而如今降低减排目标 无异于自毁生育 据介绍 科学界认为 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 应该达到25%到40% 才能有效避免全球变暖 零世代等组织 要求新西兰政府 切实负起更多的责任 保护地球的环境 同时对承诺的任务的付诸实施